各位觀眾大家好 感謝你又收看我們狂衣袖的節目 很感謝你的支持給鼓勵 今天我們還是來講到一個我們人體最重要最重要的器官 大家一定想得到就是心臟 心臟這個器官主宰著所有我們的馬達循環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位 所以今天我們也持續前兩天的重磅大師出擊 請到中部地區最厲害的心臟科大師 許敏耀仁愛醫院心臟科的許敏耀徐醫師來我們節目 我們現在就歡迎他 許敏耀徐醫師 大家好 那麼今天最後一個單元 由許敏耀徐醫師來跟各位講一個叫做心臟衰竭 我們知道心臟如果醫生告訴你 你心臟有點無力哦 衰竭了哦 那你可能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因為我們的心臟從動脈硬化到高血壓到血管堵塞 到心腳痛到我們的心肌梗塞 另外如果你很幸運的存活下來 你的心臟會產生許多的 硬力血流方面的變化 首先你心臟壞死的部分 跟心臟缺血的部分 就會產生一個不協調 我們就叫做再塑造 那個這個原因呢 那我記得前幾集我有講過 因為你壞死的部分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再重生 但是你缺血的部分 因為有缺血 心臟在灌注的時候 產生的生長因子 讓缺血的部分重新長 那壞死的部分沒長 缺血的部分重新長 就會造成一個地方跟兩個地方 壞死的部分不長 缺血的部分會越長越大 所以在結構方面就會產生一個扭曲 不協調 跟原來的心臟 它的動力血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心臟在這個時候 它會產生收縮跟舒張的 完全功能的下降 那麼再下來 因為前些你已經有了很多心臟問題 心臟已經肥大了 慢慢慢慢 心臟就會走到擴大這個程度 心臟一旦擴大以後 各位知道 就像你的塑膠袋一樣 膨脹以後 但是外壁又變成很薄 它就變沒有力量 所以這個情況就會走到心臟衰竭的程度 所以我們今天呢 第一個題目呢 我想請問一下 心臟衰竭 如果說病人到心臟科醫師門診 醫生怎麼判定 你這個已經進到心臟衰竭的程度 我們想請徐醫師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心臟衰竭的診斷標準 到底是有什麼標準 各位 一個人 如果爬半層樓不會累的 突然間爬半層樓會累了 你就要注意 是不是有產生心臟衰竭的可能性 比方說你的腳是不是有水腫了 走路的時候走一走是不是喘得很厲害 冒冷汗 或甚至於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呼吸狀態 我一定要坐起來 坐在那個地方才有辦法喘兩口氣 這個特殊名詞叫做 專做呼吸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特殊的 而且是一個必須要考量心臟衰竭的一個重點 所以心臟衰竭只是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當你到心臟科醫師前面的時候 表現出就是一個心臟衰竭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去思考幾個問題 你的心率有沒有問題 你的心臟收縮有沒有問題 還有你本身是不是有感染的問題 這些都是可能會造成你的心臟衰竭的 當然常見的心肌梗塞啦 心臟缺氧比較嚴重啦 這些都是會造成心臟衰竭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結果 所以你必須要讓我們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從本身心臟的結構上面 半膜有沒有問題 心臟的肌肉有沒有問題 冠狀動脈的供血量有沒有問題 還有心臟的結率上面有沒有問題 從這四個大的方向來去開始去著手 一向一向的幫你去做分析 所以我記得在診斷方面 最重要還是要經過心臟超音波嘛 對 那有一個叫做左心式的射出比率嘛 他是40到50中間做一個標準的區分嘛 那層層層已經是不行了 又或是保留的 或是一個叫中間那個程度 30到40 所以在心臟衰竭的診斷 是不是我們唯一的就是要經過心臟超音波 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心臟超音波來講是一個比較簡單 可以幫助我們去界定說 你現在心臟衰竭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心臟超音波 已經是比較容易取得 如果說我今天沒有心臟超音波的時候 我可能會用X光片先看看 我肺部是不是有積水 造成心臟衰竭 但是用心臟超音波 我們會來看心臟射出的功率 到底是多少 一般人在52個person以上 我們都可以接受 40個person以上算是輕度的心臟衰竭 30到40算中等程度的 30以下算重度的 那如果這個人到我們的面前 只有十幾二十的話 我們趕快要去處理的 除了心臟衰竭的症狀之外 就要趕快解決他的基本的原因 對所以徐醫師講到左心室的射出比例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專有名詞 但是他就表示說 你左心室能夠打出的血量 他的能力是有多少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只要是越來越下降 那當然表示你的打出的比例已經不行 就像我剛剛講 那個塑膠袋已經這麼大了 你在收縮外面臂那麼薄 你根本就沒有力量 所以你每次打出的血量就會很低 所以打出血量那個比例越低 就表示心臟功能越差 那麼第二個問題我在想 如果我們症狀也有了 那再來呢 我講個故事 我有個病人 他高血壓很多年 也曾經有過心肌梗散 後來恢復了以後呢 有兩次因為心率不整 昏倒急救 那而且他跟我講說 這兩次都非常幸運 因為都有家人在旁邊 不是一個人在獨居的時候 那如果你是獨居產生心率不整 昏倒的話 他大概這個就沒人救你了 但是剛好這兩次呢 他就送到醫院做急救 那後來呢 他就裝了一個心臟左心式的 叫做同步收縮的輔助器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專有的 先進的東西 我想這個東西的用處 他的是不是心臟衰竭 都必須要裝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要裝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知道 心臟衰竭很容易猝死 因為原因在於心率不整 那裝這個東西 以徐醫師您的經驗來講 裝這個東西 他的好處 他的幫忙 對病人有多大的幫忙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 要跟健保局事先報備核准的一個治療的方式 算是高貴的儀器 因為他植入的費用不算低 那這個來講就是讓你的已經收縮功能不良的心臟 能夠符合我們原來心臟收縮的方式 心房收縮 心室放鬆 心室收縮 心房能夠放鬆 這個規律的協調 能夠讓他產生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協調性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協調性的話 我們正常血流過來 進來輸出 進來輸出能夠穩定的話 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可以減輕心臟的負擔 心臟一旦 心臟衰竭了 你沒有裝這個東西的話 當然他的效果 就比較差 通常會用到這個來講的話 一定是他本身的傳導過程已經也有出現問題 對 好像尤其是左側的傳導阻塞 那變成兩邊收縮 我們心臟是鬥防節、防視節 然後這在做兩邊的叫做一個傳導樹下來 那尤其你如果是左邊這個 這個左邊的傳導阻塞 那等於這個電波打下來 這邊跳這邊不跳 所以兩邊就收縮 不完全不同步 你的心臟打出去就會 血量就會降低 那可能這個病人就會 頭暈心氣就會混倒 所以這個傳導方式 一般來講是把一個 一個馬達感應器裝在縮骨下面 然後再把三個導管的線 一個裝在左心房 偵測我們痘防節的心率 另外一個導線裝在右心室 另外一個導線裝在右心房 那這個機器會偵測到我們 生命發出的一種 痘防節的一種波動 然後一波動傳回到機器之後 再由機器同步的打出兩邊 就讓它同步收縮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尖端的儀器 所以我想這個對心臟衰竭的病人 因為心臟衰竭的病人 他越來越嚴重 他的住院比例會越來越高 等到他住院比例越高的時候 他的死亡也會越高 所以這種有心慾不整的病人 其實你要保持得非常高的警戒 這個會讓你 步入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在請教許醫師就是說 有一種治療方式 就是我們需要做的心臟科醫生 其實如果沒有用到這麼高端的儀器的話 那可能就要吃藥 那些吃藥呢 是不是對心臟衰竭的病人很重要 那我們有哪些藥 可以對心臟衰竭有幫忙的 我想跟各位 因為你是心臟衰竭的病人 現在非常的多 加上如果你有心慾不整 當然你發生這些死亡率中風 你是比別人高出到五倍以上 非常的危險 所以在內科的治療方面呢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心臟科醫生 你給我開的是什麼藥 我大概需要用什麼樣 讓腫類的藥物來控制我的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 在心臟衰竭的狀態之下 當然它有基本上面該要用的藥 包括一些利尿的用藥 包括了心跳能夠緩和的疑心阻斷劑 包括可能會影響血管的 那個消化甘油類的治劑 或者是它抗凝血抗血小板的用藥 基本這些用藥之外呢 當然有比較新的一些用藥 它可以幫助我們心臟收縮 又不會影響到我們心臟太多的耗氧量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當我心跳跳得太快 一直沒辦法控制下來 可是又碰到心臟收縮 的那個輸出功率又小於35%的 心跳又常常持續超過80% 每分鐘80跳以上的 那這種又有另外一種藥 可以來幫忙 那所以健保它有它一定的規範 你基本上面該用來治療的用藥 一定要用 用了之後效果不好 你才可以加上去 那加上去當然就是心臟射出的比率小於35% 可以改善程度的去評估 可以相對的改善 尤其是像很多是心肌炎 所造成的那種心臟衰竭 它用這種藥的效果不會比較差 但是一定是其他的基本的藥 BASE的藥一定有 然後效果不理想的時候 你再增加這個藥 相對的如果說你要用到那種 控制心跳的 那你現在隱形阻斷劑的那些藥 你就可以拿掉 或者是甚至於可以合併的去使用 但是有的時候另外一種藥的話 就是幫助我們心臟收縮 但又不會增加它耗氧量的這種藥 就要把所謂的血管張力素的抑制劑 那些藥先避免 兩個之間要相差大概36個小時 不能夠重複去使用 我知道有些藥已經是非常的先進 像我們比較新的 以前要用抗凝血劑 都是要監測你的凝血時間 那老的藥是非常的有風險 那現在比較新的口服的抗凝血劑 我想這個對我們產生血塊 都有很大的幫忙 那有一種是控制我們抗凝血的那種叫FUNI FUNI inhibitor 我記得是這個藥 都是比較貴的 所以它要一步一步的往上去調整你的藥物 那麼我在想到 我這個病人 他後來去台北一個醫學中心看 那他的朋友介紹他一種叫做人工心臟 叫LVAD 就左心室的輔助裝置 就所謂的人工心臟 這個也是一個蠻新的 那因為這個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錢 因為他很貴 聽說裝一個要幾百萬 所以這種好像我知道 是他從這個左心室 就打個洞 把一個機器裝進去 然後弄一條管子 直接把血引到我們的主動脈 所以現在已經發展到這裡面的 可以用那個漩渦狀的葉片 經過一個磨狀的很簡單的 把這個血引到這邊來 等於這個機器是代替 代替你的左心室的功能在運作 但是這個手會不支 不是每個人都裝得起的 所以我想在這種經濟情況考量之下 我們還是以比較傳統的方式來做治療 那我想就問一下徐米亞徐醫師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那有些人覺得說 我又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裝所謂的剛講到兩種非常高科技的這種輔助儀器 或是我們裝一些這個心臟去瞻 就是說讓他這個心率不整 不要產生的東西都很貴啊 那除了吃藥之外 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嗎 有沒有其他的辦法來幫助這些 新的或是你的經驗裡面 比較好的方式 對心臟衰竭的病人 除了口服藥物之外 希望大家及早認識預防醫學 早日做好養生保健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識喔